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可能性在目前CPI通胀数据走弱的情况下又提高了 我们也看到澳元汇率对美金连续三次出敌 但是美元依旧走强 所以说如果是大家朋友们想要搏一下澳大利亚未来加息 央行加息的可能性 我建议大家就要做澳元人民币 而不是做澳元兑美金 因为美元强势 美元比目前比人民币要强 所以说按照三个汇率货币队目前的走势情况来看的话 最强的是美金 澳币再就是人民币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目前为了刺激经济 又要发行万亿的国债 之后也是要继续走发债的这条路 所以说对人民币来讲的话 贬值预期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我们在选择货币队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做多最强的货币 做空最弱的货币 这样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认为澳元未来反弹的概率较大 那么美元又强 人民币是最弱的情况下 我们更多的是做澳元兑人民币 华人同流又比较熟悉 目前4块6左右的价格也是比较低的位置 因为你往下跌也就跌到4块5 目前我们给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参考 比较中规中矩 比较诚恳的 再往下4块4 4块5就很低了 那么我们若是投资的话 4块6左右进场了 那么跌一毛钱 对我们的整体交易 或者说整体的投资组合来讲 风险是非常低的 如果是一个股票4块5 4块6 它跌的时候可能跌到3块2块 但是我们的澳元人民币的汇率 是不太可能跌到3块钱的 在4块6左右的基础上 如果是涨到4块9 涨到5块钱 我们适当的在购买使用一定比例的杠杆 比方说两倍三倍 杠杆小一点 那我们收获得的这个回报 都会乘以2乘以3 对大家来讲的话是风险较低 但是回报率是比较稳定的 另外预期上来讲的话 澳元对人民币 我相信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点 就是未来是要涨到4.8 4.9 今年涨不到 明年也要涨到 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 所以不管未来澳洲央行加不加息 未来澳洲经济 是否继续走弱走强 这个都不重要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 未来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周期里面澳元对人民币的 这个汇率波动的 中长期还是要回到4块8以上的 所以说大家目前投这个产品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时机 今天内容我们就简单的聊一下这个产品 给大家一点小提示 如果大家对我们GoMass聊的内容 比较感兴趣 或者想要获得更多的相应咨询 也欢迎和我们的同事取得联系 那么感谢大家订阅关注我们